观音堂 然后呢还有很多师兄在跟他劝了以后呢 他也不听 甚至在大家不在的时候 他把他放在观音堂 然后呢也有师兄认为 别人在捐赠物资 我们应该随喜赞叹这样的行为 请问师父 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如理如法 我告诉你记住了 人家同修不管什么心 他只要给观音堂 他就是布施发心 感恩师父 他不能倒在垃圾桶里的 他不舍得的东西 他哪怕拿到观音堂来了 你布施不出去 你扔掉 你也要接受人家这份心 听不懂啊 听明白了 人家到你家里来送东西 你可以把家拿回去 不要拿到我们这里来不了 你家里吃不掉的月饼 你拿给我送给我啊 你敢讲吗 你不管他送什么 哪怕自己做的月饼 哪怕很酸 你也得吃 明白了 我们会随喜赞叹 感恩师父 不能这样的呀 做人要随喜呀 对不对呀 随缘呢 拿过来就很好了 感恩呐 先培养他的布施心呀 他今天肯把家里东西拿出来 他以后就会布施更多的 法布施啊 财布施啊 无畏布施啊 你今天把他一点点布施的心都堵住了 他以后怎么布施啊 还要说人家家里用不掉的东西拿出来 你是个好孩子啊 不是 一定敢 有一位弟子 他曾经很多次的跪在佛台前 跟菩萨说 他要好好学佛修心 要和师兄们一起互持观音堂 维持道场 但是呢 却在自己遇到困难和不如意的时候呢 就情绪起伏 常常生悲观或者叹息观 而且还几次 想退出共修主的活动 回家一个人修 但是每次在他还没有完全退出的时候呢 他自己会觉得遇到了一些梦境的提示 然后也受到了师兄的鼓励 就突然醒悟 或者想通了 然后跟大家一起重新去弘法 去做功德 对啊 但是他会一直反复的这样的 那请问这样的地址 他是不是算回应 你觉得你有反复不了 也有 好了 谁没反复啊 发烧还会有反复呢 要有耐心的呀 人家反复的时候给人家温暖呢 很多人跑到我们东方电台来了 还反复呢 跑到飞机场了 一想不对 我干嘛 又回来了 你不让他回来啊 这什么稀奇了 鼓励别人 帮助别人 不厌其烦的 如果是那女儿呢 她离家出走了 她又回来了呢 她反复了 你会不会接受她 你没把她当成亲人 你当成亲人了 你当然welcome了 对 感恩师父 welcome听得懂吗 欢迎 就是欢迎欢迎呀 敲锣打鼓了 感恩师父 学师父开心一点 听得懂吗 你把人家都当成亲人 有什么关系啦 对 反复了 你一生还不嫌反复呢 你怎么去年生过病了 来得多欢迎多 开心啊 对 要给她多鼓励 多鼓励医生 又多赚钱了 我们不是的 我们是希望人家好啊 对不对啊 反复少一点 明白了吗 明白 反复是100%的 越少越好 听懂吗 好的 感恩师父